一线 宁静校园 凶恶来客突然而至 52个学生 一名文静女教师 危险一触即发 生死瞬间 勇气接力 我留下 叠映最美的身影 一线正在播出人质 这里是湖北省 前江市浩口镇 第三小学的一个教室 此时桌椅板凳 都已经被移了出去 只有一个破损的桌椅 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 它和黑板上的那个弹孔 一起见证了几天前 在这个教室里 发生的震惊全国的一幕 2014年6月10日 上午9点10分 第一节课下课铃声响起 六年级352名小学生 此刻正齐刷刷的 坐在教室里 等待老师秦开美 带着他们下楼 做课检操 他们并不知道 一个危险的人物 已悄然向他们靠近 就有一个老人就过来了 他就在这个窗户边 他就示意我出去 教室外 一个身穿红色上衣的老人 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 向秦开美老师招手示意 让他出来 以为眼前的人是学生家长 秦开美老师毫无戒心地 走到老人身边 这个老人不断让秦开美靠近自己 等了他走进身边时 老人突然掏出了几个瓶子 和一把手枪 拿着炸药 还有手里还提到楼瓶器 有一个袋子 然后摇尖还有一把刀 然后摇尖插一把墙 他说 这是我自己制的炸药 你要是不配合我的话 我们两个今天就都死在这里 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说 可能遇到狂犯子了 说话间 老人一把将秦开美老师推进教室 同时将一把三十多厘米长的刀 和手中的瓶子 悉数码放在讲台上 并拧开其中一个瓶子 同时紧握手中自制的爆炸装置 用一个大锁料袋子 把一个装爆炸物的瓶子 把它缠了 我们没有看到 他手中吃的爆炸物 到底有多大 只看到上面的 这个眼线和打火机板的这一段 他手上就摁着了个打火机 就威胁我的学生说 就说你们今天如果不合 跟你们老师不合我配合的话 我们今天就都死在这里 反正我已经写好遗书了 我今天来了就没有打算回去 然后我们学生就有一些惊慌 看到眼前这似乎在电视里才能见到的画面 秦开明老师惊呆了 班上52位同学看到这一幕也发生了骚动 这个老人为什么会这样做 此时能给出答案的或许只有他的家属 据老人的家人说 因为他和村里的领导发生了纠纷 失去理智的他产生了一个罪恶的念头 然而这个老人并不知道自己走错了教室 秦开明老师上课的教室门牌上写着六年级四班 其实是六年级三班 而真正的六年级四班教室在别的楼层 为避免场面失控 伤到孩子 很快冷静下来的秦开明 主动向老人表示全力配合 感到孩子很害怕 然后我就赶紧说 我说你别激动 别激动 你有什么事我全力配合你 我那个女老师非常了不起 很冷静 当时他就给他再讲 他说我哪里也不去 你不要激动 面对着突然发生的一切 孩子们感到害怕 有的开始哭泣 为了安抚孩子 秦开明不做轻松的安慰着孩子们 当时你看他呢 在他进来的时候 有一点点 当时老师说的话很激动 怎么跟他说什么 他说要不要就要 不要 我说这个老爷爷他不是坏人 他是个好人 他不会伤害你们的 不会有什么事的 这样这个学生的情绪就慢慢平静下来了 让秦开明欣慰的是 混乱中他的学生异常勇敢 竟然有学生喊镇定镇定 最后教室里安静了下来 秦开明老师试探着劝说这个老人 让他把瓶盖凝上 他把那个瓶子打开 吓人我们 他说这个瓶子要摔下去 你们猜是什么样的故事 你们今天不配合的话 我就把这个瓶子摔下去 把这个炸药点燃 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呢 他是非常的吓人 吓人了 那我们也吓 我们也怕 我怕他按下去啊 一按下去 我都学死我了 此时的秦开明 自己也不知道 是哪里来的勇气 他只希望做点什么 能缓解这个危险人物 制造的紧张气氛 同时也希望 能稳定孩子们的情绪 我说你不会有事吧 你现在我们开始做作业 我说这个老爷爷 他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我们和先前一样 我们把作业拿出来做好不好啊 果然老人听到这句话后 稍微放松了些 孩子们也纷纷拿出作业 坐了起来 13岁小女生李小月 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冷静 她就在距离这个老人 最近的座位 这名小学生 甚至还写了一张纸条 准备递给老人 秦开美怕引起老人情绪波动 赶紧制止了他 几个小时后 秦开美老师才知道 这个他一直与之周旋的劫持者 叫张泽青 号狗镇许桥孙人 会自制爆炸物 1985年12月 因犯盗窃罪被判警5年 1990年5月18日 刑满释放 2009年 张泽青 因犯非法制造枪支罪 故意伤害罪 被判警5年 去年才刑满释放 关于他的诉求 秦开美老师并不了解 然而 无论何种诉求 当他身绑炸药雷管 守持机油瓶 走进校园时 张泽青已经失去被人同情的理由 我们到现场处置的是违法犯罪行为 而不是人 所有的一切的措施 根底他这个违害行为的 违害斗斥的 那么在这里 对于犯罪嫌疑的人来说 无论他有什么样的 过人之间的恩让 有过体的利益 受求 都不能够肆意的 违害公共感情 剥夺他人的生命 此时正是课间休息的时候 从来 外班的两三个学生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错过来看热闹 秦开美将他们使眼色 让他们赶紧离开 孩子们却没看懂老师的眼色 依然好奇的将教室里面张望 秦开美又着急又担心 想做淡定 趁着张泽青有些放松警惕 他走到门口 悄悄地向这几个学生 传递消息 看到学生离开了 秦开美暗暗松的口气 今年42岁的秦开美 已经从事教师工作20多年了 在好口三巧工作的十多年中 一直担任语文代课老师 平时文静的他 此时鼓起勇气 和这个挟持者提出了要求 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能不能让我的学生先出去 你就让我留在这里 陪你心情 今天学生和老师 一个都不能少 都不能离开 在说成事上 我们非常佩服他 佩服他这个素质 各方面的素质 当然包括这个心理素质 我出来的地方 处得大量的情况下 我肯定没有他那么震惊 王传荣是接到学生通知 第一个赶到的老师 他试图阻止张泽青的行为 我说你干嘛 他说你别过来 别过来 你过来我就点火了 他就不停地试验室 在我当时的理解就是这样子 不要把他记录了 七月的就是什么感慨抱歉 他就起身 把那个汽油瓶子 用一个红色的塑料袋 全部装起来 然后切到手里 右手就拿着报告装置 然后就是 然后在这走 走到这边 看来他看一下外面 然后又走回来 又走到这中间 王传荣老师悄悄地退出了 一边通知各班老师和校长 一边沿途让学生们下楼 我怕发生过去 我会把学生都全部 把他赶下去了 把他集合啊 站队啊 他只要有 一有人靠近 他说你不要靠近 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就继续来了 本蛋脑继的 他这个时候就 脑要这个扬起来 脑要做这种 要拥抱这种 方式在这 都怕 都怕靠近 靠近不了 9点15分 接到报警的 好口声派出所民警 赶到了现场 和老师们一起 却说张泽青 放了孩子们 教室里面气味很浓 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敢贸然行动啊 没有 因为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能够 说一级成功 把他申请 是吧 他不会引爆 这个谁也没有把握 但是 为了打消他的顾虑 减少他的压力 反抗 这个现场的气候 我们的民警 主动的提出来 把这些防暴装备 头盔 防弹衣 脱下来 就是全部做辩护 在那个地方 然而 交涉并没有成功 此时赶来的校长 龚四明 老师郑杰 老师魏里科 站在教室后面 劝说张泽青 他们一边吸引张泽青的注意力 一边随时寻找 找时机解救孩子 进来的时候呢 我就站在这孩子的旁边 把这个给我扒了一下 他不动 我退了一下 我说出去 后面肯定就有老师 就带出去了 能弄一个出去 试一个出去吗 我觉得吧 这个要求他可能不会同意 但是我们要试着去做 所以我的那个口气很小 我怕凌硬硬硬的 我怕击乎他 经过几次交涉 张泽青答应 让孩子们离开 但要求秦老师必须留下来 那个时候好像 好像是秦老师好像是也在指挥 那指挥的过程中可能朝前多走了几步 他把他们拿过去了 左手就抓着我的右手 就这样抓着 紧紧地按着 他说就把那个大妖怪就在面前晃到放去 他说你不能走 就让我们全部退出来 把门关上 让我们退出来是把门关上 这样我就站这个中间那个窗户 在给他喊话 给他做工作 我当时主要的意思 是希望能够说服他 让他把手中的东西放下 走出来 比较 用一种比较平和的方式来解决 看到自己的学生们离开教室 秦开美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他知道外边会有些人 把这些孩子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 可秦开美并不知道 此时的学校外边已经人潮涌动 各路人马纷纷赶到 他的安全成为所有人挂念的问题 当时我们在走的时候 说实话还是有点担心 真的有点担心 担心情况是 学生们都很担心 此时 浩河镇党委政府相关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前将是公安局刑警大队 特警大队 也正在赶往现场的路上 而与此同时 全校上千名学生 已经在警方和学校的组织下 在操场集合 在现场 警方制定了多种方案 目标工作是控制现场 确保人质安全 尽量减少人员伤亡 我们第一套方案就是解决以谈判为主 来试图说服刑警人换下手中的巡起 第二套方案就是我们准备设计一个移民警来做人质 来犯人质 第三个方案就是 试图把它引出这个教室 引到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 第四招呢 我们准备起用这个用水 用水签进行强行 谈判工作一直在持续 秦开明老师已经被张泽青劫持了半个小时 所有人都不知道张泽青下一步究竟想要干什么 这也更让人担心秦开明老师的安全 学校外聚集了文训赶来的家长 就在人们都在忐忑不安的时候 举起手和特警在此时赶到了现场 特警们根据地形找到了最佳的位置 观察着聚集在楼道里的人们 浩口三角的老师和校长 以及浩口镇党委书记徐国亮 镇党委副书记王宁华 派出所长蒲平原 都分别提出以自己交换人质秦开明 这个事情应该由我来做 因为我是警察 是所长 是吧 我做这个事情是非常正常的 这是我的工作职责 怎么能由他去把这个老师 是吧 劫持在那个地方处于一种危险的状况之下呢 但是交换不了 不同意 他这个鞋子秦老师 肯定是因为秦老师是个女老师 我就说 老张 你把秦老师放了 我来做人事 行不行 王宁华今年41岁 前江市王厂镇人 到浩口镇工作三年 王宁华在镇上分管信访维稳工作 他对张泽青非常熟悉 张泽青出狱后 曾多次到前江当地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上访 对判决不服 觉得自己遭受了不公正待遇 司法部门应该对其改判 王宁华也曾接访过他 由于之前曾打过几次交道相互认识 张泽青最终同意 让王宁华成为新的人质 老师秦开美终于获解救 我也是个大学 真的 也是个结局 这不是太 当时自己也没 没自己想到 像你张刚才说的 这都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当时 他同意之后 也没多过多的考虑 这是慌 现在王宁华成为人质 轮到他去面对身上别着砍刀和枪 手里握着汽油瓶和爆炸装置的张泽青 张泽青将前门用客桌堵死 将王宁华逼到后门 用客桌将他围起 防止他跑 这位分管信访纪委工作的政党委书记 迎来了最严峻的一次危机应对 而场面并不在他的掌控中 他只能反复地归权张泽青 他一直说判决不公 就是说判决不公 也是因为家事 事刀强制罪 这怎么会判决不公 这个要求 就是要放案的话 这怎么可能 这是正确可能缺少 事实也是非常清楚 他始终提出来的就是 跟他两个有缘仇的两个人 必须有派出所 把他的手反靠了以后 带到这个中西县城 据了解张泽青要求见了两个人 都是曾经和他发生过纠纷的人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这两个人到达了这个中西县城以后 他横下一条心来同归于尽 引爆炸药的话 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反应的时间 所以这一条是我们 判决以后是绝对不能打赢他的一个条件 张泽青手里紧握的爆炸装置 究竟能有多大的杀伤范围 这是任何人无法预料的 也是不能用生命去堵住的 无人能猜测出 张泽青此时的心态和情绪 已经到了何种状态 一切只能依据现场情况判断 教室里只有两个人 王丽华似乎能听见自己剧烈的心窍 时间分秒划过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教室里待了多久 而张泽青也并没有释放人质的意思 危险在加剧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半小时 张泽青突然情绪失控 将王丽华逼到教室角落 将机油泼洒在王丽华身上和客桌上 并将手指暗像与自制爆炸物 连在一起的打火机 因为他手过 你今天不会冷 然后希望我上坡 左手一直把炸药拿着它 这一刻张泽青的一切诉求 无论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走到这一步 已无任何开脱罪责的可能 这个情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地球救急手 就在它 将要把手中这个瓶子里 汽油泼洼 扔掉 转身过来准备 让一下打火机的这一瞬间 我们地球救急手 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前军一发之际 现场指挥员当机立断 命令埋伏在外的狙击手开枪 枪声骤起 四力子弹飞出枪膛 现场一天寂静 警戒线外 守望孩子安全的家长们 此刻悬着的一颗心 终于安放下来 一场危机就此化解 而走出教室的王宁华身上 一定能看出汽油的痕迹 事后 警方现场查获自制爆炸装置一套 自制手枪和管制刀具各一把 六瓶矿泉水瓶装着汽油 前江市公安局在案发当天下午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旅社会公布了事情的经过 6月14日 前江市委宣传部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目前 前江市浩口镇第三小学 已经恢复了正常教学 52名孩子们搬进了新的教室上课 而保护孩子的秦开美 和替换人质的王宁华 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扬 在高度危险里案发现场 出头工作 有通道的信息 三间时间 13名顾刮老人钱财被盗 真不像的 真不像的 执政拍照热情服务的背后 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玄机 抽屉衣柜都被翻得很乱 财务都被盗了 罪恶之手伸向顾刮老人 执政大道一线即将不出 2013年6月21日 家住河南省武志县 沾电镇大雪庄村的 何公祥老人 急匆匆的将警察 叫到了他的家里 何大爷今年71岁 是村里的孤寡老人 他说 自己藏在衣柜被子下面的 一千多块钱不见了 当侦察员仔细询问的时候 老人说 家里当天就是来过 两个政府的工作人员 老人回忆说 那两名工作人员 还特意将他出示了 民政局的工作证 但是他记不清 工作证上的名字叫什么了 和公祥老人说 那两名工作人员 在他登记完身份信息后 便为他量了量血压 照了一张相片后便离开了 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竟然涉嫌 偷地保老人的钱 这件事听起来让人匪备所思 这件事听起来让人匪夷所思 为了搞清情况 侦察员决定去县民政局 先问个究竟 显然去过老人家里的那两个人 是冒用民政局工作人员的身份 然后借机实施盗窃 然而就在警方寻找这两个人的时候 武之县公安局又连续接到了十多位 孤寡老人的报警 他们的情况与何公安老人的情况 如出一辙 先是有自称民政局的两人 上门核实递保情况 然后就发现家里现金失窃 被盗的孤寡老人 分布在县城的各个乡镇 涉案金额高达两万余远 特意针对孤寡老人下手 这样的事情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些钱都是老人们省吃俭用 积攒多年的血汗钱 在得知钱财被盗走后 许多老人都无法接受 有几位老人已经被气倒在病床上 消息在县城传开后 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老人们联名要求警方迅速破案 帮他们把钱找回来 他们挑选的家户基本上都在村里面都是条件特别不好的 你想如果条件好的话 人家肯定不会断敌报 因为他们侵害的是农村的孤寡老人 这些孤寡老人积攒了一辈子 可能也只攒到一两千块钱 那么犯罪行人在短短的几分钟都一扫耳光 他们确实太启人了 那么此类案件不破 对老人的伤害确实很大 那么这些钱一般是 用于他们维持生计和养老 甚至可以说是棺材摆的钱 办案人员对被盗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 由于老人们没有保护现场的意识 警方没有提示到嫌疑人留下的有价值的线索 同时老人都上了岁数 也很难描述清楚这两个人详细的体貌特征 大多数老人都能描述到 他们这两个人都是一个高的 高的就是年龄比较小一点 瘦瘦的 还有一个胖的 个子矮一点 年龄偏大 他们都是骑着一辆黑色的摩托车 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的口音 好像是外地人的口音 但是因为老年人年龄比较大 他们的口音分辨率也不是说特别清楚 他们说 于是警方立即调取了各个村口的监控视频 结合老人们所反映的被盗时间 警方很快就发现了两名可疑男子 视频显示 2013年6月23日 中午1点47分 两名男子骑着一辆黑色无牌照摩托车 进入到了带风镇梦门村 发现有两名男子骑着摩托车 身材特征和老年人受害人描述的特征 基本违和 然后我们通过走访村里面的群众 年轻人 然后让他们辨认 他们反映说 这两个人也不是我们村的 以前就没有见过这种人 专案组推断 这两个人应该就是冒充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在武志县流窜作案的嫌疑人 警方调阅了这两名嫌疑人有可能途经的所有路段的监控视频 专案组最终掌握了这两名嫌疑人的行进轨迹 他们都是沿着公路沿着省道 由东往西走 我们发现他一直往县城方向去 通过视频之中 我们在武志县宫西路一家邮政银行发现了嫌疑人的信息 得到这一线索后 警方立即到这家邮政银行进行了调查 银行的监控视频显示 这名男子进入银行后 直接走到了办理业务窗口 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打现金数了起来 这名男子当先将安徽的一张银行卡内汇去了一万块钱 发现这个账户是叫张军 是安徽级的一个女的 嫌疑人肯定和安徽这个女的有一定的关系 她很可能也是安徽人 然而经过排查 警方并未找到可疑人员 于是专案组要求办案人员加大巡查力度 同时通过视频监控 进一步查找这两个人的活动轨迹 随着这个卡口信息向西追踪 在我们武志县给温谢这个交界的卡口信息 同样的发现了这两个人所骑的摩托车 照片非常清楚 嫌疑人通过的时候留下了一张比较珍贵的照片 包括了车辆特征 还是犯罪嫌疑的面部特征都比较清晰 根据两人驾驶摩托车最后一次出现的路段进行分析后 警方判断 他们很有可能已经从小路逃离了武志 进入到了温县境内 我们到那个宾馆进行走化调查的时候 我们一进院子就发现这个摩托车了 然后我们拿着就是那个卡口信息照片比较清楚的 让人家老板看了一下 他说对就是这两个人 他们是下午三点钟就住到这 住到这之后 现在没在 摩托车在了 他们也就到包吻了 他们出去吃饭 吃完之后 我们也和老板结合在那个宾馆 就是设置下了天落地网 当晚十点 在确定的两名嫌疑人已经回到房间后 抓捕行动立即展开 乱 半岁嫌疑人程涛今年48岁 半岁嫌疑人孙伟今年22岁 两人都是安徽省乌阳县人 程涛交代 他和孙伟在安徽老家时就已经商量好了来武志作案 而作案目标就是针对农村的孤瓜老人和空巢老人 他们伪装成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进入到老人家中 第一步便是拿着伪造的工作证 鉴取老年人的信任 了解到老人存放钱财的具体位之后 此时他们便谎称就要先登记照相 以便日后给老人发放补助 他们将老人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后 便趁着这个空档 一人借机迅速进入家中 将老人的钱财一扫而空 两人实时倒计的整个过程 钱财一扳不到十分钟 钱财得手后便迅速离开现场 你跟孙伟是怎么分这个钱的 凭分 那辆摩托车是谁的 孙伟的 孙伟的 有没有车牌号 有没有牌照 牌照有在家里没带过来 那也就是专门为了作案 他被别人发现 把孩子给陷了 对 征逃交代 这13起案件都是他们采用这种方式实施盗窃的 这所以将目标放在老人身上 他们有着自己的理由 比较容易脱签老年人 跟老年人接触这个 一般的就是比较容易脱签 一般 好 好 好 来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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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